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赛马娱乐新闻 升一年 新开始 二一年首场谷战 韦达凭着九步 赢得他从年以来第一场分级赛 一元杯 十三四月赛后接受榜文 提到骑士苏明伦竟然说这些 他是一位最大的竞争 我认为我们有很厉害的赛 我们不曾经认识过 某些事件发生 但他超过了 我超过了 他是一个好赛 真是很想伟大再透露多些 究竟是什么事 不过无论 都好了 巴迪唯有在一起碰杯 怎会是开心事来的 喝得杯乐的还有潘顿 他乘着birthday luck 打破了雷神连续四日风黄的王仔 以三名赛得骑士王 难怪心情那么好 就社交媒体教教生意识了 欢迎大家收看 Second Cook 今集潘氏大厨亲手炮制的有 局树配布拉塔芝士和鱼子酱 牛油煮龙虾味等等 至于做榜呢 吃完再搞咯 1月6日是 骑士密道浪的29岁生日 上年他憑着雍容尼亚 以及六花大公下三场一级菜 不知道又大一岁的他 今年会否取得更好成绩 兼成为色尼冠军骑士三年吧 欧洲传奇一厘马后 金刚威早前离世 中年16岁 尼匹来自法国的赛区2007年出道 竞赛生涯攻下14项国际一级菜 包括连赢三届 美国肉马者杯草地一厘大赛 是史上赢得最多一级菜的欧洲赛区 难怪不少马坛中人都纷纷出铺悼念 Elsa 考下你 叶楚行、徐宇社和丁冠豪 有什么共通之处呢 他们三个都是现役的香港年马师 我知道了 他们的共通点就是 他们三个都是骑士出身的 对不对 答对了一半 他们三个还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和一位重量级人马 关系非常之密切 这位大人物食力十足 曾经赢得五届冠军连马师 先后五次夺得打给冠军 而三位连马师 叶楚行、徐宇社、丁冠豪 见到他 都要叫声师傅 讲的大人物就是 简sir、简炳池 而以入门年期计 徐宇社称得上是大师兄 1980至81年 石哥以建杂骑士身份 跟随简sir学艺 后来退居幕后 就为简sir的马房担任拆骑员 达到16年这么久 简sir曾经说过一句 你傻下傻下 不学习 做一百年都没用 事实证明 石哥是有学习的 05年 他自立门户开仓做联马师 成绩一直保持稳定 在07至08年马季 还以51场的头马 为列列马师榜第三位 二师兄就在93年开始 跟随简炳池做副练的叶楚行 他学师九年 期间曾经代表师傅 捧走二千年元旦令阵开跑的 千气杯 虽然简sir就说不想熬眼睡 但千年一遇杯菜都让给徒弟代令 当然是想栽培门真 他所有事是说事实的 他说你练马 你做练马师 你不练马做什么练马师 你不要搞那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你要做好自己 而杭哥也不负师傅的栽培 成功做练马师 更加在2012至13年度的马季 奪得冠军练马师 在继简sir之后 相隔11年再一次有华人登上宝座 18至19年马季成为练马师的丁冠浩 听说是简sir最疼的小徒弟 他其实像我第二个爸爸那样 其实他真的很疼我 他心想是不要原地踏步 永远都要去学新的东西 令自己进步 人称丁仔的丁冠浩 八百年展开建杂骑士生涯 跟随简sir学艺 丁冠浩骑士时期的代表作 振威和实业家 都是简sir的出品 师傅果然给足机会徒弟 转眼三十年了 丁冠浩终于在2018年开创重年 首日重年就起码赢了两场 跟师傅简兵池一起拉头马 看他笑到四万口 就知道多满意徒弟的表现了 古语有云 研尸出高徒 简sir教出来的几位徒弟 都成为马坛实力派 简sir果然是食力非凡 讲起简sir的徒弟 不止香港 过卖大海都有的 澳门两届冠军 练马师冯耀正 都是叫他师傅的 今集《财马娱乐新闻》 讲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